火车不只是送往迎来的交通工具 更串联了各地文化、经济、历史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铁道故事馆带你从铁道的故事 穿梭台湾的历史 Supery 99.1大签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子 那么在我身边的还有我们旧大狗一铁道故事馆的馆长 廷维古廷维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其实每一集每一集 当然我们是很有主题跟系统性的 用不同的站点跟分段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段落的故事 但其实铁道就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讲一根长子通道题 从北到南 它其实是一整个脉络的 那从这个铁道的故事当中 它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或在每一个不同的区域都承载着台湾不同的历史 所以也希望说可以借有这些铁道故事 让大家对于整个台湾历史的轮廓 可以再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切入 好那其实讲到了这个铁道 听问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先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过去曾经谈到 就是说火车它其实包含在它的动力 其实在不同的时代 随着这个动力或经济的发展 或者是技术从国外引进 它有不同的这个演变 那车厢的车体呢 它有没有比如说 因为车厢车体可能从以前 越来越大胆 因为载客可能人要做比较多之类的 可能你车体大胎之后 会不会也去影响了包含月台的设计 包含它的高度宽度 或者是说它跟这个车厢等等 上下车的距离会有所不同呢 车厢当然是 如念词说的就是 也就是 但是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到月大胎 因为就 我们现在的以台铁来说 就是火车车厢在就是20公尺长 都是20公尺 固定是20公尺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是20公尺 但是20公尺刚好是一锁 一锁 就是一个以前比较古老的长度的单位 那就是在20公尺的前一个 我们讲等级好了 台铁的车厢是17公尺 那其实这个20公尺这个 我们讲标准好了 已经是二次单结束之后 已经到了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这个 观光号 的这个时代 1950到60之间 60主要是1960年代 渐渐确定下来 就是20公尺这个长度 那在更久以前 当然有更小的 那宽度倒是跟车厢的形式是 不尽然那么有关系 因为我们车子 火车的宽度 它牵涉到是它 我们讲建筑界线 建筑界线 就是近空的范围 它是有被规定的 因为它就牵涉到刚刚说的月台 或者是山洞 隧道的宽度等等 都要一开始就设定某一个标准 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所以我们刚其实是要讲到那个月台 月台倒是跟车子没有那么有直接的关系 它会差别在月台的高度 会让你上下车的过程不太一样 你现在卡在牙管才结在里面 对 就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所谓的无阶化 也不尽然都是 阶梯的阶吗 对对 就是所谓无阶化 就是车厢的门口没有阶梯 然后仔细想想看我们搭的火车 一进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梯 现在好像没有吧 有的时候好像有 有的又没有 那其实大部分都现在是没有 以没有为原则 就是所谓的无阶化 那为什么我以前会有阶梯 为什么 因为以前月台比较低 月台很矮 所以我上车的时候是真的往上 下车真的就是往下 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有印象 就是像是以前的举光号 大概二三十年 二十多年前还可以 就是你还要再上三个楼梯 第三间才进到 你好像是 座位的那个高度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因为大家觉得 就觉得这样很烦 而且那 安全性吧我想 应该说是安全当然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安全是来自 就是所谓的无障碍 就是我们现在的概念 是希望大家快上快下 然后如果是身障的朋友 也比较容易利用到这个设施 推娃娃车的什么的 对对 推娃娃车或轮椅 所以是希望说月台跟车子里面的 这个高度是一样高的 但是很好玩的事情是 车子的那个高度是没有改过的 就是从一百年前 对 就是那个高度 但是火车站的月台 对 就是配合它 所以在这几年就渐渐的涨高 那个高度是距离铁轨 轨面一百一十五公分高 可是都固定这个高度 对一直都是这个高度 但是月台是没有 以前月台是比较矮的 可能是七十多公分 再更早以前还更矮 对 所以你搭火车的时候 就是要上到火车上 就是往上爬 对 那所以其实 我们以台中来说好了 如果到台中的旧车站 到台中旧车站 你会发现那个 被保留下来的月台 好像是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的 对 就是像蛋糕一样 跌在一起的 那就是不同的年代 可能觉得 想要方便一点就提高 就一直不够 所以最后就 一直往上跌 对 就真的最后 它的终点是 一百一十五公分高 那我们现在 台铁其实做这件事情 做好一阵子了 很多年了 但是还没有全部做完 所以你可能 你可能常常在某一个车站 上车的时候是一样高 就下车的时候不一样高 就有可能会跌倒 有可能 对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一次做完 因为这实在是太大的工程了 因为 我的火车 还是要维持营运的 对 然后你要 月台就是大家上下车的地方 所以你要做那个工程 不容易 可是一百一十五公分的这个标准 是因为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那个车厢的那个车底距离地面 一百一十五公分 那这个是因为去计算说 比如说他在跑的过程当中是 比如说相对安全不会去摩擦到地板 或者是 应该 对 所以当然是有这样考量 对 那就是一个抓出来的规格 就是很久以前就订好是这样子的 这是跟国外的规格一样吗 对 就是就是就是某一某一套标准 对那因为火车也是买国外的当然了 对铁路也是也不是外国人铺的 对外国带来的东西 所以就就这样定下来 但是月台没有被规定 应该说月台是也是有规定 对 只是就随着不同的 大家年代想法 不一样 所以就那个月台的高度就 慢慢的长高了 所以除了高度 像现在你刚才讲说 大部分就会把它走向一百一十五公分 的这个高度之外 那它的平面呢 它的宽度呢 比如说 它今天如果是个简易车站 没什么小猫两三只啊 大概就是宅宅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的客 客货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变大 是这样的概念吗 其实它应该是根据它设战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来去 就做决定了啦 因为有宽有宅都有存在 都看得到不同的例子 那也有超大的月台 但是它其实 已经根本没有人在那里上下车 就以为会有很多人 但其实是没有 或者说它已经过了 它兴盛的时候了 对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也是很多的 尤其是以月台来说 对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一样讲台中车站好了 如果我们去旧台 就是台中意义铁道文化园区 就旧车站 对 刚刚说的那个像 蛋糕一样的月台 它那个月台走到底是一个斜坡 就接到地面 对对对 那其实方便以前推车 或真正的车辆可以开上月台 推上月台 那如果你现在到高价的新的台中车站 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 那当然也是高价 它现在就是电地走上去咯 对它已经因为那个是一个在办货物的想法 我可能很多货物要用推车推上月台 所以有那个斜坡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 是不是新的车站都没有 好像 月台就是一个台子 高加起来的东西 对那以前不是 以前是几乎都伴随着一个斜坡 那那其实这个方式是 就是客户 两用 两用的时代的一个的样子 有你现在想 我好像有一些旧的车站 它其实是那个月台的两边 就是一个斜坡的方式 现在感觉好像 你很方便大家下去拍照 不是 通常是会禁止你跑下去 对对 好那其实我们在讲说 这个火车站的周围 其实人流当然会相当聚集 但在过去 其实我们也介绍过了 很多的车站的周围 可能现在还有老街 现在也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 观光的一个定点 那听闻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你会希望一访二访三访 的一些车站的周边的 比如说市集或者是老街 市集老街其实因为台湾小小的 所以老街是一个 曾经被大家广为关心的话 所以我们从 因为我们这节目从基隆出发 现在到应该到海线 要到白沙屯了嘛 对那 呃其实我们过去也有谈到 有可能是有一些老街 嗯 蛮多的 对 那当然也有一些老街 像是戏子 嗯 戏子的老街本来在 就是纵贯铁路旁边 对 那他现在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被换掉了 对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老街当然是 是一个一个有趣的题目 那他跟市场完全不一样 市场 市场到到今天我觉得 不像老街一样这么受到关注 嗯 那其实市场是很好玩的 对 像刘克香老师也写了一个市场的书嘛 没错 对那市场是很有趣 因为就是他那种生命力 嗯 生命力是太特别了 那如果说而且市场又乱七八糟的 所以尤其如果是还有铁路在旁边的市场 就最棒 因为就是最乱的 哈哈哈哈 但当然不是不是不是真的真的那个乱啦 对 好像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白沙豚 白沙豚的平交到旁边就刚好也是一个市场 嗯嗯 对那那其实像喜欢摄影的人就会蛮关注到市场 嗯嗯 对因为市场就有一些 比较生活感的画面 对 你可以去捕捉 嗯 对那呃那我现在心里想的市场我最有印象的一个 其实不是台铁的路线旁边 哦哦 是这个台南的仁德堂厂 仁德堂厂 嗯仁德堂厂 嗯他当然现在都没有火车了啦 对对 他曾经有一个往东边他会经过仁德的有个地方叫做 那个地方叫厚白杵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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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附近还有个叫马哈拆 也是就是泰国 就是曼谷的近郊 非常有名的铁道跟市集的结合 但那个是 有点太夸张 就是都长在铁轨上 然后火车来之后 然后赶快大家收就退开 对对对 它是比较极端啦 那我在我印象 当然因为我也没有那么 不像那么多前辈 有这么多体验 其他不同堂场的经验 那我在我的印象中 这个仁德堂场 它铁路经过阿比亚厨 的时候的这个市场 跟泰国那已经相当接近了 它是很密的 就蛮多 但没有到那么离谱 没有办法画上等号 但是那个距离感 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接近 所以它那个密集感是 在那个台铁火车停驶之后 反正那边也没什么火车 跑来跑去 看铁路看 看那就是 市集开始往那边急着 它是原本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一直就是那个市场 我们刚才讲 想象泰国的那一次 那个样子是一样 它没有到泰国的 就是说火车来 大家才让开 这是没有 台湾还是 比较守规矩一点 那但是它 我讲的是距离感 就是那个市场的人 就是市场的人事物 跟那个铁轨的距离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甚至当然也是 在火车来之前 人跟一些摩托车 它常常都是在铁轨上 它只是不是像泰国是 那个摊位就直接 就非常离谱 就放在那个铁轨上 那个在台湾 已经永远不可能发生了 因为那个铁路法 罚很多钱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那个是 我印象中这个奥比亚厨 是最接近的 非常有趣 你觉得它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除了它的样子 很有趣之外 就是乱七八糟 当然它不是真的很乱 因为它毕竟那里 也不是说真的很狭窄 就是那个距离感很特别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 是那时候 就是那个糖厂还在运作 就才会开这个 运干着的火车 它开这班车的时候 它很特别 在火车的车位 就放了一个平台车 然后一个阿伯就坐在那个车上 他拿一张腾椅放在那个平台 就坐在那里 而且那个阿伯看到在拍照的人 还会跟大家打招 对他是真的在比业喔 好可爱 是非常有趣 有一次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就 就是问到那个阿伯 所以为什么 那时候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要放一台车 对 一个阿伯要坐在那里 他说因为经过市场的时候 那边有很多小朋友 对 小朋友看到火车就会很嗨 然后有的小朋友会 爬到火车上面 所以他是 就派一个阿伯在那边准备要骂人 派一个阿伯在那边准备骂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可是阿伯感觉起来是很无害啊 看起来是一个那个非常可爱的 这个无效 我是没有看到他骂人的样子啦 哈哈哈哈 这应该还蛮 蛮期待小朋友跟他一起玩 是是是 所以所以市场这种神秘力跟铁道 他放在一起 他本来就有一点点冲突感 因为铁道就是一个人车进空的设施 可是他却又这样子混在一起 就乱中有序啦 是就是一个蛮蛮有意思 呀 山西楼车站在外面 那因为现在地下话 所以本来也有一个铁道跟市场 可以搭配的这样子的景色 嗯嗯嗯 好铁道故事馆 我们呢 刚才厅委跟我们分享 他心目当中的定一个想到的 就影响比较深刻 在车站周围的一个市及 在台南的这个仁德塘场 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找找那个阿伯 哈哈哈哈 刚很招 铁轨已经拆掉了 铁轨那 但是那一条铁轨拆掉之后 那条路的名字 就直接告诉你 它是过去是铁路 那有机会可以到台南去走一走看一看 铁道故事馆 我们待在下个阶段 回来就来进到了我们海线当中 白沙屯到院里的这个段落 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我们待会回来 Super节九点一大签电台 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慈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 还有我们呢 停轨古停轨是来自于 旧打狗一故事馆的馆长 那我们呢 有提到说这一集 我们要谈到的是 在这个海线当中的 白沙屯到院里的这个段落 那我想先请停为 我们在进到这个段落之前 先请停为 简单的再帮大家唤醒一下记忆 因为我们虽然说 是有这个所谓的山线了海线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被规划好 我要一边走山线 一边走海线 它其实是有需求而产生的 即便我们现在看它 可能好像需求量没有那么大 在当时 其实在被建造的同时 它是因为需求而生 是就是我们的纵贯线铁道 一开始就是走苗栗 台中到彰化 然后进入平原地带 对 那它是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台湾景气就变得非常好 因为欧洲在战争嘛 所以台湾这边就景气非常好 那货物的运量需求非常非常的大 结果因为三线铁路 它就是一个路线的平景 因为它太陡太弯了 那它又只有单线 所以当时的政府就 就是有点顺利民情 就决定说那我们要在海岸地带 比较平缓的地方再盖一条路线 来有点像就是bypass掉 这个不好走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今天讲的海线 那它选的绕掉的地方就是从竹南 然后最后到彰化接回来 其实应该说到追分就接回来了 对那这后来因为就是在更方便 所以从追分可以直接到彰化 好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海线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段落 是白沙屯到院里 那讲到的白沙屯 每年三个人在干嘛走的时候 白沙屯其实也是一个国内外媒体 甚至是国内外的这个游客 甚至我们包含本地人 都是非常的向往 甚至是疯狂的一段时间 那听位你有去走过白沙屯吗 我是没有 还没有 我有机会搞不好去走一下 因为我自己还蛮想走 但是觉得挑战性好高 真的是蛮有特色的 对体力感觉要很好 不过我们讲到了白沙屯站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白沙屯 妈祖广天宫白沙屯这边 因此而声名远播 因为很多人准备要骑走的那一天 就会到这个车站 车站这边来集合 但其实除了车站 因为这个宗教盛事让他声名远播之外 以现在来看我在想应该也是半观光 我是半宗教意涵的关系 他车站的站体的设计也是以妈祖意向来设计 而且就是你进到这个接近白沙屯站的时候 其实你在他周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些 具有宗教意向的一些装置艺术 还有地景艺术等等 题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沙屯站这一个站点 他的转变跟包含他的特色好不好 其实他最大的转变就是因为 这个拱天宫变得非常有名 这个其实是大概20年内的事情 这么近 所以他在他之前 在张恩他本来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是一个就是还蛮小有名气的一间庙 但是这一个妈祖的活动真的成为媒体这样子 大幅的报道 然后他这个整个宗教活动可以打入到 一般平常没有在参与宗教活动的民众 其实是非常晚近 就是我的观察大概就是20年内的事情 或者是15年内 对 所以其实以前的白沙屯非常美 意思就是现在比较乱了一点 以前的白沙屯真的是安静 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比较吵闹 就是进去白沙屯这个街道上面有市场 就刚刚说的我们前一节提到 在平交道旁边就是市场 那在过去就是拱天宫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过去是没有 不算应该说以前真的是默默无闻 就是你只有在跑宗教活动的那种 才会知道这样 粉丝或者是铁道迷才知道白沙屯这个地方 北沙屯 那是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名声的小站 小站小聚落 那真的是因为这个拱天宫的关系 他在近年得到了非常多的媒体的关注 那刚刚讲到了那个车站 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 其实不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小房子 他的这个站体 那也是这几年因为这妈祖的这个活动 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 之后才决定说在原本的车站 他其实都没有改建 他是在他的门口 他的玄关在家装了 装饰品的感觉 不然那个装饰品是比跟原本车站一样大 就是他就是用了这个妈祖的造型的一项来去作为他的门面 所以就成为他的特色 但其实其实这是蛮新的一个东西 那白沙屯有很接近海吗 也不算太远 但是比起我们之前提到就前一站 像下一站 那个新浦来说 就是他没有那么接近 但是因为前一站是那个 我们前一次上一集有提到的好望角这个地方 好望角当然是距离海岸是也还蛮接近的 但是没有说 真的要很接近 就是也是上一集提到就是在龙港车站 在进入好望角之前的这个西湖西出海口 火车就开在出海口的这个河流上面 但是进入到了 就进入到好望角 就是我们上次介绍到的白沙屯隧道 山洞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海岸线就开始稍微又跑远了一点 对那白沙屯当然还算是一个靠海 还算是一个靠海的小村子 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就是 既然要分为山线海线 那山线听来就是靠山嘛 海线听来就是靠海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像尤其是 你每年三月你真的有必须要搭车 可能到这个白沙屯站 或者说你有机会走海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还真的是离海有点距离 而且甚至几乎看不到 所以因为其实新建铁路应该是看腹地啦 对 就是他没台没机 他不会找自己麻烦 反正都会把自己弄在海边 对对对 所以上一次提到的那个龙岗山那边是相当难得 特别 特别非常特别 那白到他其实是 我觉得白沙屯他很 他的特色应该是说 我从后龙过后就没有比较大的聚落 然后都经过比较渔村 然后地形比较多变的地方 那进入到白沙屯 就是开始进到一个比较宽的 类似平原 比较平坦的这样子一个聚落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海线不一定可以看到 但如果说你想要看那种海天一色的话 可以再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的上一集到Podcast里面去找 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 其实提到了这个好望角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比较清楚一点海天一线的那个感觉 那我们从这个白沙屯再继续往南走 我们走到一个经过一个地方 叫做是通宵金岩场 那岩嘛 因为靠海我想包含像是嘉义啦 或台南 我们大家都还可以理解 甚至现在有很多变成是一个观光 部分的土地出来 岩田出来 成为是一个观光聚落 那但是通宵金岩场 它曾经其实也是台湾经济 相当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这个算是北台湾的一个岩业的重镇吗 还是说它是有慢慢迁移到 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嘉义啊 台南去 它是原本是怎么分布 哦其实我们今天吃的台岩的鹽就是都是这个通宵金岩场来的 哦呃大家可能对于鹽 对 治岩有一个印象 什么岩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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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南部的日照不是比较长 是就是其实是过去的 就是我们讲盐分地带 像是七谷啊北门啊布袋啊 就是到高雄的乌树林 就是传统的盐厂 那这盐厂就是所谓四百多年历史的赛盐 海边的盐田 就是引海水进来 然后让它铺平 然后蒸发 那其实这个这样子 当然是过去传统的智盐 但是到比较近代的时候 它这些盐都是作为工业用盐 已经不是你吃的 就是我们后来 粗盐的意思吗 就是它因为它成分不太一样 会会比较或许比较多杂质啦 可以可以这样子翻译好了 对那所以在就是通宵经盐厂 它设置之后 我们的食用的盐都是从通宵经盐 它不是用晒的 所以跟制造没有关系 哦真的 它是一种所谓的电透洗法 就是我们晒盐就是用晒的把水晒干 然后剩下的就是盐 对那其实那个就是卤水嘛 就是很高浓度的海水 那这个电透洗法的经盐厂 它的做法就是用电透洗 就是它是这个透洗就是一个膜 它是用像离子交换 我把我就把我需要的这些盐就用磨的方式 就把它过像某种过滤好了 就过了这个透洗膜这样 那那盐当然这些离子不会伯代伯基自己去过那个透洗膜 对因为是渗透压的关系 所以就加电用电压的方式就是强迫它被透洗过去 对那这个就是电透洗法制盐 那我们现在吃的盐全部都是从这个 如果是台盐的盐啦 因为现在大家也很喜欢买一些有的没有的盐 什么盐之花啊什么喜马拉雅盐 我看你手很爽 那但是就是我们一般的台盐的这个食盐 就是通宵经营厂 那它其实已经变那边的观光重镇了吧 我觉得 因为它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听不懂的话 就很适合去玩 因为它你会知道说 哦原来我们的盐是这样子来着 所以它其实也是 它的那个海水来源 反正它就通宵也是距离还变很近 对 所以它是直接引到那个工厂 它其实是有就是水管 就是入水口 然后去把这些海水就是抽进厂里面来去做后面的加工 那它是一个就是工厂啦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台盐也有卖矿泉水 其实不是矿泉水 它上面有告诉你 它不是矿泉水 它是深层水 对它是海洋深层水 对它其实也没有很深啦 就是那个水怎么来的 对 因为我就是抽海水来做盐 对 那盐拿掉剩下就是水啊 哦一物两用的概念啊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副产品 对所以 而且它当然是干净的 因为经过了这样子 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要什么逆渗透的水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所以因为经过这样的制程它也是一个干净的水 所以就是等于去全台湾的这个如果是金盐的部分的话就是台盐金盐的部分的话都是从通宵金盐厂这些出 事实上刚刚讲的七堵 七谷 七谷 布袋这些盐厂也早就都没有了 他们已经结束了 所以它是only one 所以对现在就是台盐就是靠这个通宵 那呃刚刚说的这个在赛盐的盐山可能 可能有人说哎我可能上礼拜还有看到啊去玩的 因为他们现在是纯粹的观光用途 嗯 有时候我们像盐博物馆啊什么的等等的都是在这个过去的盐田这个地方 嗯哼哼所以其实它现在也没有所谓的生产或量产的对不对 对就是所以这个盐田其实已经在台湾是走入历史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被保存下来或荒废的 所以像你刚才讲就是通宵这一边的制盐跟我们现在在讲的南部的那个制盐 其实在从早期就已经是两回事了 它并没有所谓的南沿北送这件事情 它一直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一直以为它是南沿北送就盐田嘛 哇田内好多哦 然后往这边送到工厂在北边不是 不是不是 但事实上也是因为就是说它是一个工厂 所以它是有生产线的 所以它的产量可以是稳定 稳定的大量的输出 就是在这个通宵经营厂 嗯嗯嗯嗯嗯 好我们呢在这边谈到了这个从白沙屯往南走会 经过的这个通宵经营厂 刚才廷尾跟我们介绍 他除了现在还是有在生产运作之外 他其实也有点像是观光工厂的概念了 所以大家其实有机会都可以去这个通宵经营厂 看一看 然后看 看到说刚刚廷尾跟我们分享到的 你现在吃的盐的绝大多数只要是国产盐 应该都是从这里出来 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待下一个阶段回来再继续看一看 在白沙屯到院里的这一段 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待会来继续聊 Super 99.1大签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慈 那么在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跟廷尾聊到是在海线的白沙屯 导院里的这个段落 那么前一节就是这个廷尾解开了我的疑惑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经营厂 它是以前从早期就留下来工厂 的确也是 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说 其实南部的盐田 我跟这个经营厂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找机会再到这个经营厂去为自己有这个研的知识来科普一下 不过我们在讲到说 其实我们一路从最先的集数 我们在谈到台湾的铁道 当然很多人可能从教科书即便到现在 你搞不好都还有那种概念就是老民团 但在台湾的铁路的整个轨道的发展当中 廷尾有跟我们介绍到了 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在进到台湾来之后 大改了过去在流民船时期一些 不是很好用的一个路线 甚至一些轨道的一个建制 那么也因为日本政府曾经在台湾的停留时间 真的是还蛮长的 所以长到足以除了在我们的轨道的这个建设之外 来大兴土木然后大动手脚之外 包括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化生活经济 都深受日本的影响 那像在我们讲的这个白沙屯到院里的这个路段 我们现在讲到说通宵金研厂之余呢 通宵其实有一个神社 对不对 它其实也到现在都还是有完整保留吗 还是说它只是只存一个神社的意象在那边 通宵神社 其实神社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那通宵神社就是在通宵这个虎头山 那它算是台湾就我们国内算是保存相对是完整的 就是它的这个神社的建筑物还存在 那我们很多神社都变成中列祠 非常非常多都变中列祠 那这个神社的就是中列祠的这个店 就是旧的建筑物 然后还有一个神社的社务所 神社通常不只是那个庙 就是它还会有社务就是事务的物 社务所 就像办公室的医师 办公室 对那 我们其实很多神社都保存的 几乎建筑物都没有 对 台湾绝大多数的神社建筑物都消失了 就被留下的建筑物就是阶梯 对 也就是叫做参道 对参道 或者讲表参道 大家就知道 哎 其实表参道并不是 算 最有名的表参道是在元宿 对对对 对但是那个就是叫参道 对 那 如果运气好一点就留下鸟居 对 就是进入神社的这个大门 或者是这个 像就像我们 这个 中国式的这个庙宇也有这个三门 类似这一个概念 或是一些零零三散的石灯笼之类的 对石灯笼也是 还有叫做博犬 博犬 就是吉祥物 对对对 就是 就是会有动物的那个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在在在这个 就有点像是我们石狮子那种概念 对完全一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 呃 要全部 很特别 就是全台湾没有一个神社是全部 就是 所有的元素都有神 对全部都有的是没有 像我们最完整就是桃园神社 对对 好那 桃园神社是非常完整 他的建筑物可以说是几乎全部保留 而且建筑物的细节都没有被改掉 虽然他已经也是中列词 但是他没有被翻掉 对 但是他就少了鸟居 对 所以桃园神社是最接近完整的 那他鸟居被 就是被被改掉了 那其他神社就大部分是有鸟居 没有建筑物 那通宵神社是也有建筑物也有鸟居啦 但是就是也不太完整 嗯嗯嗯 那通宵神社这个山顶上 呃 风景蛮好的 嗯 对可以看到就是通宵的市区 对 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念碑 嗯嗯 那个纪念碑 一开始是日俄战争的纪念碑 哦哦 那现在被改成台湾光复纪念碑 对不对 而且那个 这个这个杯最好玩的地方 不是说被改成光复啊 就是 他的纪念碑的那个碑 那个字 他写土字碑 土字碑 对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 对变纪念碑 对 纪念碑 对 那边是没有 没有水啦 没有一架水 没有水里 那是一个碑 其实是没有 对那 那但是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是那个 他一开始的纪念是日俄战争 嗯 他原因是因为 呃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呃就是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就是 日俄战争二就是俄罗斯 对 那他们有一个波罗的海舰队 是要来支援 支援这个东亚 对 那 那 当时就很怕说 哦如果 就是 就是这个舰队来支援就是 就事情都打掉啊 所以 那当时的日军就在 通宵的山上 他就做了一个瞭望台下 至高点 对 监控这个 这个 船舰 舰队有没有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 对那 那但是其实这个舰队没有走台湾海峡 就是我们的船啊 从 呃从 马六甲就是新加坡这个地方 对 要在弯上来绕到日本的时候 嗯 走东海岸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嗯 经过台湾的东边的话 是 才是比较符合所谓的大圆航线 嗯 就是我们在地球是一个球体 对 如果我走走大圆的话 是距离 最短的 最短的 对那如果以新加坡到日本来说 大圆航线是 其实是 台湾的东海岸的外面 太平洋 嗯太平洋 对所以你在 通宵是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个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安全啊 对 对然后 但但其实就有摇成说 哦真的看到了 所以立下了一个大功 所以在这边 改了一个纪念碑 到底哪里 我想要欺骗自己 哈哈哈哈 很多很多纪念碑 就是为了欺骗自己 满足自己 才设置的 的荣誉感 哈哈哈 但其实就 这是一个蛮好玩的啦 就是 譬如说如果大家 从台湾搭飞机去东南亚 对 你就会发现 因为我们飞机会 飞到东海岸去 嗯嗯嗯就是 因为距离最短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嗯 因为只能说我们看地图 好像会有个错觉 是走台湾海峡 比较短 比较近 对但其实因为地球是圆的 嗯 那我们看的地图都是平的 对 所以会有 那会有弧线 对会有这样子的 视觉上的落差 嗯嗯嗯 不过我们再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接下来 欸我就不知道庭维对这个地方 有没有印象 邱茂园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哈哈 我 好我先讲 我仿佛印象 陈津因为就荒废 所以就 就是一个 很多鬼故事 对对 探险的好地方还蛮有名的 对对对 算是全台之名的一个 对对对 那就是通宵 其实就是新浦火车站旁边有一个 那这个新浦火车站也是一个木造车站 嗯对 就我们之前讲过海线 好几个 这个唐文大山 对 就是新浦日南跟追分 嗯嗯嗯 那追分是不一样的 追分是大 hogy大站 raj快长得比较大 嗯 剩下四个是小站 对小的 然后长的几乎一模一样 嗯嗯嗯 那其实我们刚也有一直讲到 那个海边 Official 嗯 对喔 那吉尼从新浦火山出来 就看到一个路标讲海边 因为新浦火山 就真的是距离海岸 是相当近的一个地方 只是因为旁边有一些建筑物 或者是防风林等等 所以你打火车 未必是很清楚看到 但它确实是蛮近的 那新浦车案其实气氛也很好 所以如果大家去秋冒园玩的话 可以去新浦车 这个秋冒园还是可以玩 这个已经是全台湾最后一个秋冒园 就是它在疫情期间有暂时封闭 那最近就是2023年 应该大概春天的时候 应该是重开的啦 那大家就可以去秋冒园 那其实秋冒园现在 真的也是 这也是一个跟年纪有关的 所以我刚才先问你啊 的景点 因为秋冒园它很特别 它是它标榜就是免费 免费入园 就是黄秋冒先生 他是一个 我记得他是好像大正年间出生的 那的台湾的台南人 那后来到日本 求学经商有成功 那他好像小时候 就是曾经有摘过果子 然后就被赶走的那种不好的经验 他就觉得他就有一个志愿 就是我将来如果成功的话 我就要提供一个这样子乐园 大家可以来玩 大家可以来摘水果 然后就是又是免费的 等于回馈地方这样 那后来他就真的设立了这个秋冒园 不过 不过已经没有摘水果了啦 就是到不管是在余光岛的 还是在通宵的 他很特别就是 他其实我觉得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还蛮猎奇的 就是他里面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雕像 对 动物的 人物的 然后那个人物就是来自各种故事 嗯嗯嗯 不管是西洋的故事 还是东方的 中国的 嗯 这些传统的民间故事 对 具体的形象 他就是 就是台湾传奇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或 对或是中国民间故事这种 对对对对 他就是在这个原子里面 其实真的蛮 呃 如果说我们今天政府 在2023年做一个这样子的公园 一定被骂到爆 嗯 说什么中华民国美学啊 哈哈或者是 就一定一定很负面 对 但是但是这个 对对这个邱茂园 他都是1970年代的 嗯嗯嗯嗯 那在当时确实是蛮夯的 对 就是真的是全台知名 嗯嗯 1970年代的台湾是没有什么乐园 对对 我们今天可能会想到 什么六六六五村啊 剑湖山啊 九族文化村 对这种乐园 这种小人国这种的 但是1970年代没有 嗯嗯 所以而且他就是免费的 对对对 他确实是带来造成某种 社会现象也好啦 对因为他真的 因为人多 对 就我我有看过一个说法是 可以一天可以好几万人 嗯 入园 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也是 在那个时代不只是一乐园 这个名称 呃让大家就觉得很非常新鲜 因为他好像呃那个时候 最早就比较靠海边 所以他其实还有细水设施 就是水路双乐园的概念 在1970年代的时候 是所以呃他就会因为他是免费 对那他就造 因为人多 对 那就会结齐 对 所以他其实也都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 我们今天的话语是扰动 扰动 所以就是也是曾经真的是蛮多人共同的回忆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个1970年代的乐园 对 嗯 这种然后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他蛮他真的是蛮特别的 而且就是一个做善事的人 他去设设置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以现在眼光来看 其实他就已经比较像是一个庭园设施 这个庭园造景的空间 就是一个很大公园 大家里面有很多的庭园造景 但他已经不能说是用乐园 以现在标准来看 可是他其实的确在早期 或许搞不好你问一下你的爸爸妈妈 阿公之类的 可能都还会知道这地方 搞不好他们都还去过 都还到此游过 他确实在当年是 真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去过的地方 对 好 点到故事馆呢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这个白沙屯到怨里的这个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 这个段落点的另外一端 从白沙屯走到了怨里 怨里它的旧名 这湾里 就是也是台语的一个念法 就湾里 湾 这也是从这个苗里 因为苗里其实也是靠山市比较多 但怨里这个地方也相较于其他地 其他的这个 这个区域内的其他地方来讲 也是相对平坦 所以包含在这边所产的这个 所谓的山水米 其实也是蛮多人爱吃的 是不是也挺挺委来跟我们分享到 就是说火车路线走到这边 除了看看我们这个苗栗的这个骨仓之外 还有哪一些的这个特色呢 其实怨里曾经是 火车走出来没多久就有一个市场 那个是一个百年历史的市场 不过被火烧掉了 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其实我知道怨里的地方上 是非常多人期待着这个市场可以重建 而且要要照原本的样子 就用文化资产的角度来去把它修复 但是应该是一个慢慢长路 可能要很多年的时间 但我还蛮期待这个 不然因为就因为这是 因为你这个以市区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地点 因为很多好吃的 好吃的好看的 而且它是这么老的历史的一个地方 不然怨里就真的是 就只有像我们搭火车到 从通宵出发到怨里路上 你会经过一大片的稻田 那是其实很美 还有荷花田 那这一段是算是海线 非常有代表性的田园风光 那过了怨里之后 这个平原的地带就算是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就是海边的这个平坦地 其实就是河川下游的冲击山 就越来越大了 对那其实怨里就是一个转变的地点 所以其实我个人真的很期待 在这个市区的市场 它可以成功的重建回来 可是很难耶 因为它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讲的话 你要再重建 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 把用地啊 或者是经济效益啦 你等等 它就有很多的关卡要过 是所以其实就真的很期待说 愿你人团结起来 因为把大家的回忆 对那个不只是愿你自己的回忆 那也是愿你对外的一个过去这几年来相当 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景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愿你市区是蛮需要一个 这个复兴的这个计划 那另外除了米之外 其实在怨里我这边印象比较深刻是 它的令草 就是它在海线的这个令草这个部分 在早期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集散地 对不对 是所以这也跟这个市场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这个市场一百多年的历史 它相关的产业 它的小吃的发展等等的 真的就是这个市场作为这个聚落中间 很重要的代表 因为像怨里或者是我们后续也会谈到的这个大奖 令草在早期其实是很重要的经济的一个作物 所以除了内容 外销也其实都还蛮风光的 那我们待会 我们在下一集回来之后呢 就要逐渐再继续往南走 我们离开了怨里之后呢 就会更接近台中这个地方 那也更接近了一些 我们可能在海线地区 你又更熟悉的一个站点 可能包含像我们提到的大甲等等的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回来呢 再继续跟廷薇来分享我们更多的铁道故事 谢谢廷薇 拜拜